在昨晚进行的2018年超级巴腰请赛上,CBA联赛的新疆队代表中国出战,不过遗憾输给了韩国KBI的人川东土大象队, 虽然输球,但这支新疆队,根本就是与背队和青年队的集合体,绝对的主力球员只有孙童林一人,但还有一个球员比较出名,他就是后卫王子瑞,在去年的亚洲俱乐部杯赛上,新疆队也是阵容不齐,但是后卫线上的王子瑞成为一大亮点,他的三分球和传球都非常出色,面对西亚的后卫甚至能够占据优势, 被不少新疆的球迷,视作亚洲顶级后卫,但是短短一年之后,王子瑞的状态就大跌,甚至在昨晚的比赛中,被新认主教练高吉安怒斥,在一次暂停里,新疆队的翻译,正在帮忙讲解战术,高吉安在一旁思考了一下, 终于还是没忍住上前冲着王子瑞一顿发火,你扔进去两个三分球,拿了六分,回头就丢十分,还乱传球,防守端步盯人,在场上乱逛,而在河水的王子瑞只是拼命点头,细心的球迷看到,王子瑞换了一个非常时髦的发型,凸显个性,虽然更换发型对于球员来说就是稀松平常的事情, 跟赛场表现没有绝对联系,但在球迷眼中,这就是不务正业的表现,时隔起简吹,此前王哲林把头发染成蓝色就受到了批评,但他后来用国家队的亮眼表现回应了批评,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,据悉,王子瑞在2015年9月加盟新,将队的时候签了三年的合同,总价值670万元,今年他的合同即将到期, 这样的表现,不知道新赛季还能否留在新疆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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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